女孩的脸上居然长出了农田 并且还有人在上面心情耕作 再仔细一看 整个右脸颊都成了一片农场 看着茁壮成长的小黑球 小伙们开心极了 看来今年又是丰收的一年 一生顿时傻了眼 忍不住继续往下看 此时大树下面的一家三口 正在畅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 虽然不想打扰他们的幸福生活 但毕竟顾客就是上帝 没办法他只能拿出面霜 轻轻地吐在女孩脸上 瞬间原本晴朗的天空变得阴暗 大伙纷纷停下农伙望去 白色的波浪突然涌现天边 男人大喊着让所有人赶紧跑 大伙吓得一哄而散 抛下农伙落荒而逃 途中男人还不忘给左脸颊的弟弟 打去电话通知他逃命 这时大伙们却止住了脚步 原来前方是一处悬崖 已经无路可逃了 眼看着白色巨浪逐渐靠近 男人抱着妻子申请告白 儿子也趁机向老母亲道歉 这对老夫妻则后悔没去到旅行 担心妈妈捧着女儿的脸 向她约定来生再做母女 这一幕看得一生感动不已 看完你还好意思护肤吗